《反复之人》 心不清静 所以看到这个世间就不清静 这正是佛在经上常讲 一报随着正报转 正报是我们的心 环境是一报 确确实实随我们的心在转 刚才我说的 我们这个身体容貌都是随心转 随心里健康 我们身体确定健康 这个身体是随着心里转的 心不健康 你要讲身体健康 没有那个道理 佛法确实是心发了 心心万发 心造万发 这是菩萨教我们 回向法门当中 回向实验 教化众生 利益一切众生 这个道理 这个道理 这个事实 非常重要 要多多为人开导 帮助一些众生 一念回头 它就恢复正常 无边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业落在分别执着里面 就有边界 就有界限 所以从名号里面 无边两个字 说明 这是一真法界的菩萨 不是十二阶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如果我们自己 现前 离开妄想分别执着 我们也就 入一真法界 那个社法界的边界 没有了 有分别 有执着 就有界限 利分别 利执着 界限 就没有了 社法界的界限 就没有了 那么我们现前 住的 就是 祝福如来所住 祝福所住 行福所谢 就是一阵法界 名号 里面的含义 无限的盛光 我们要细心去体会 最后一阵 广大天面 阿修罗也 旧盘 常望 标发的 就是从 形式上 来看 这些菩萨 所实现的 鬼往生 旧盘 查 这一类鬼 也不是善的 常常 做弄人 常常 欺负别人 是说于 卧鬼 一类的 菩萨 视线为 鬼往 教导 这些 恶鬼 断恶修宣 回头 是按 所以 是 佛菩萨 视线为 鬼往 视线为 鬼往 当然 他教导的 是 以这些 鬼众 为主 华言会上 用他们的 表伐 意思 很深 所以 末后 这一尊 得号是 广大 天命 阿修 罗也 这个名号 里面 显示 天 比较天然 那么 广大 天命 这个意思 就是 天然 自在的意思 没有一丝毫 人为的造作 就是 自然 这是 诸佛菩萨 度化众生 常常提到的 恒顺众生 随心也 共同 这就 自然 自自然 自自然 当中 去教导 他 去诱导 他 让他 不知不觉 他就回头了 这是 教学 手段 里头 最高明的 这 是 佛教化众生 即使当年佛陀在世 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 佛对他的弟子 对他出家弟子 对他在家弟子 你看他的教学 随身 学生的疼度 随身 学生的烦恼 随身 学生的 吸气 佛只要看到 幽云 能听佛的话 愿意亲近师尊 师尊对他们 不着急 慢慢来 一个一个 自自然 读征阿罗汉国 这个是教学的巧妙处 所以每个人修学 都修学得很自在 都修学得很快乐 并没有感觉到 有压力 学得很轻松 所以乐意追随老师 在那个时代 老师到处油画了 也长随弟子跟着老师 老师到哪里 我们就跟头到哪里 幻师佛射受的巧妙 这是广大天面里面的汉帝寺 阿修罗 阿修罗在我们此地表法 是表十回向里面 第一回向 第一回向的法门 是救护众生 离众生相 阿修罗在我们这里表法 表这个意思 救护众生 离众生相 因为阿修罗很会变化 他能够变些大神 这是佛在经上说的 他变一个很大的神像 阿修罗在大海之中 脚踩到海底 上半身还露在海面 诸位想想想看 他这个神多大 那个海度神 踩到海底 这个神还露一半在外面 佛就取这个比喻 救护众生 你要到六道 要到山土 像地藏菩萨 要渡地狱众生 一定要到地狱去 到地狱去 就好比脚搭在海底 虽然在地狱 并没有被地狱所引盖 虽在山土 没有被山土污染 他上半身 还在海水地上面 这个就是比喻 救护众生 自己又能够不为一切所污染 持这个意思 那么这个地方是用阿修罗也 救护众生 这个是大慈大悲 见到众生有苦呢 就如同观世音菩萨一样 观世音菩萨寻生就苦 菩萨代表耳根最低 哪个地方有痛苦的音声 他都听到 他就来帮助 这个地方 天王说 他的眼根很利 舍方式戒 有众生有苦难的地方 他见到 一定来帮忙 这都是大菩萨 都是大菩萨 不识普通人 以光大天面阿修罗也 就叛他王 来做总结 意思很远 请看下面听闻 如是等而为上手 其素无量 这一句是总结 意思很明显 陌后一句坦德 借琴修学 无碍法门 放大光明 这里头也有表发的一句 旧潘茶鬼 他们很愚痴的 涅当很重啊 才沦落在这些道理里头 我们知道 诡异里面的类别很复杂 佛哉经里面 给我们六分三十六类 这一类的学义 液涨很重 很愚痴 所以在坦德里面 特别提出 借琴修学 无碍法门 菩萨做鬼王 教导他们 针对他们毛病的对质 你看看 显示的多么的明显 随类化身 随机说法 那么这也说明 佛菩萨没有一定的身相 这是都要记住 没有一定的身相 我们今天认定 这种相貌就是自己 所以很糟糕啊 不能变化了 那 佛菩萨为什么能够信 无量无边身呢 因为他不执着自己的身相 这个执着破掉了 他才有能力 随类现身 应一什么身得度 他就信什么身 我们今天没有这个能力 错在妄想分别之中 没有能力把这个烦恼拔除啊 所以自己 智慧 得能不能下去 这个随类化身 是得能啊 随机说法 是智慧啊 这一类的鬼众 业障很重 所以就叫他修无碍法门 破他的业障 业障破了之后啊 转鬼身成菩萨身啊 这个是佛菩萨教导 成吉出现了 所以放大光明 放大光明是说 他们业障消除了 智慧也开了 不但自己的利益呢 也能够利益一切众生 当然利益一切众生 还是以他本道为主 正如同我们今天在人道 在人道里面 卷悟了 在人道里面 修行正果了 一定是先度人道 先帮忙这道忙 这个原因是 语言如实 因语言如实 也丝毫没有勉强 然后再从这些道里面扩张 扩张到九法界 所以这个扩张呢 它有一个中心点 点就是他自己的本道 放大光明了 利益众生 好 这一端就讲到此地 请看下面 第八 前他婆王 佛有无量前他婆王 作为持歌前他婆王 树光前他婆王 谱音前他婆王 要摇动 妙目前他婆王 妙音思思传 前他婆王 谱放宝光明前他婆王 金刚树化传 前他婆王 要谱信谱 谱信庄严 前他婆王 如是灯而为上手 起诉无量 借于大法 深深信解 欢喜爱众 情修不倦 前他婆 跟前面的我们念过的 锦纳楼 这个年类 都是特别喜欢狗 都是帝式天王的乐神 就像现在 仪仗队的队长一样 指挥乐队 这个地式天王 他需要召唤乐队 来演奏的时候 他就燃香 他就燃香 所以前大婆是凡语 他的意思是寻香 这个香是他的信号 燃香 他闻到香 他就来了 所以帝式天然香 召集他们 来表演 来演奏 来演奏 这个音乐 他们是帝式天的乐队 前面讲的 他們是善歌善舞 都是第十天的月神 佛有無量前塔婆王 這個地方呢 著重的就是王 前塔婆這一類也是鬼神 祝佛菩薩勢 世心做他們的領導人 這個清娘大使在祝節裡頭 有提到 古時候印度 對這些唱歌跳舞表演這一類的人 以這個為生活的 我們今天講的是演藝人員 古代演藝人員 印度人都稱他做清大婆 這個地方講的是天上的清大婆 這是套利天的演藝人員 下面 十尊上手 我們也看他表發點意趣 所謂十國前塔婆王 這個就是東方天王 我們四大天王 東方天王 東方天王呢 手上拿著琵琶 這是樂句 樂器 前塔婆喜歡演藝人員 所以他手上拿著琵琶 代表 代表 東方天王呢 他手上拿著琵琶 所觀察的八部鬼神裡面的念類 另外有一類呢 另外有一類呢 叫皮射穴 翻作膽經器鬼 這個年齡也是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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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國天王呢 手上拿著道具 代表他同臨的這一類的鬼神 有這個意思 更深的表伐 是比較持股的意思 因為天王的德號叫持國 持是保持 過是過家了 這個意思很廣 對一個人來講 如何持身 你這個一生當中 怎樣能保持你的身 立於不敗之地啊 盧家講 三世而烈 人到三十歲的時候 烈身的根本就建立了 四十而不乎 四十歲 智慧開了 不再迷惑了 勿施而知天命啊 這是儒家講的 一個階段一個階段 知天命是什麼呢 看破了 看破了 所以對自己來講 烈身之道 你能保持 那麼再誇大 你如何能保持你的家道 心旺 心旺而不甩腿啊 心旺而不甩腿啊 你能保持你一家嗎 那麼現在 跟古時候家庭結構不一樣 古時候是大家庭結構 這個結構 是家族的結構 現在也有大家庭 現在也有大家庭 但是不是家庭 像現在有很多企業家 他的公司 他的私業 是在家 那是個大家庭的 但是這裡面的情緣 不一定是他的家族 許許多的外人都來參加 租成這一個公司 從事某一個生產事業 這個事業做得大 跨過的公司 在世界上 各個有他的分公司 有他的分店 所以這樣 很像中國過去的大家庭的組織 你如何維繫你這個公司 你這個行業 利於不衰不敗之地 這都是吃鍋教導我們的 這樣 那麼再擴大一個國家 國家如何能夠維持他的政權 很久而不衰 是全國的人民 都能夠得到幸福難落 持國天王教導我們 那麼他這個樂器表伐意思就是 他為什麼不用其他的樂器呢 要用旋樂器 旋樂器才能行事這個道理 你看這個旋 鬆了就不響了 那談不響了 僅了就斷了 那個旋一定要調得很適中 這個就是儒家講的忠勇之道啊 小二持身啊 大到持國啊 都要懂得忠勇之道 佛法 佛法裡面講的忠道第一 佛講忠啊 佛法也講忠 那忠的定義 是適中 不能不急也不能超過 不急就好像血鬆了 彈的時候沒有聲音 彈的時候沒有聲音 超過了 血就斷了 一定要調到恰到好處 這叫忠道啊 這叫忠道啊 忠道完全是講應用 佛法忠道樂實就是慈悲方便 慈悲方便與忠道相應 那就是真善美慧啊 真的是敬善敬佩 如果與忠道不相應 那會出麻煩 所以佛法裡面說 慈悲為本方便為門 可是又說 慈悲多禍害方便處下流 這是什麼原因呢 慈悲方便與忠道相應就對了 如果與忠道不相應呢 慈悲裡面就有禍害方便就下流了 可見的忠道的道理 忠道的精神 忠道的原則太重要了 除世代人皆無啊 不能不急也不能過分 那這樣就對了 慈悲是什麼呢 慈悲是不愛 不愛兩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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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在無量壽經 注意念過啊 那麼換句話是 慈悲就是 愛與忠道相應 與忠道相應的這個愛就叫做慈悲 那個是決定沒有問題 與忠道相應 比如說你愛一個人 愛一種事情 愛都過分了 麻煩大了 就會出麻煩了 如果你愛的時候 這個是不急 不急啊 他心裡也不高興啊 也覺得你沒有把他放在眼裡 侵蝕他了 都有麻煩 怎麼樣要調到剛剛好 哦這個不容易啊 這是詢問的啊 尤其家裡面人多 你說這個父母兒女多的話 你要如何對你的子女平等的愛啊 那就是忠道啊 對這個多一點 對那個兒女少一點 麻煩就大了 不但兒女的要找你的麻煩啊 兄弟當中啊也有麻煩 也不能活目相處 你就曉得 你明白這個道理 公私行好也一樣 這裡一個國家更是一樣 對於一切人 面面都能夠照顧到 平等地照顧到 親近地照顧到 這個就是 持國天王啊 手上拿著那個琵琶裡面所寒的意思 你說這個意思 多深啊 多廣啊 所以真正明瞭之後 能夠佛法書融合在大愛之中啊 這個慈悲心 淨虛空便發解 愛心便滿發解 平等地變滿 平等地變滿 無差別地變滿 這是真正的愛心啊 可是 祝佛菩薩的大愛 慈悲 我們眾生感受不相同 那不是他不平等 是我們自己願不願意接受 你願意接受 你就感到佛菩薩的慈悲 佛菩薩對你愛護關懷照顧 你能感受得到 如果你信得真 你就有多一分的感受 如果你不相信 根本不予理會 你就沒有辦法感受到 所以祝佛菩薩對一切眾生沒有偏心的 決定是平等的 可是我們每個人感受上好像是不平等的 那是你接受的不一樣 用什麼樣的心去接受呢 也要用慈悲心去接受 換句話說 還是用愛心去接受 佛菩薩愛護一切眾生 關懷一切眾生 我們學佛菩薩 我們也關懷一切眾生 也愛護一切眾生 你對佛菩薩對你的慈悲感受特別明顯 感受得特別多 感應到焦 尤其是古德告訴我們 佛師門中有求必須 我第一次聽這個話 我第一次聽這個話 張家大師告訴我的 他是真的 有求必須 那就是佛菩薩的慈悲 佛菩薩的關懷照佈 如果你一求,求的時候不應 不應,這當中有障礙 什麼障礙? 你的心跟佛菩薩的心不一樣啊 就沒有感應了 佛菩薩是平等愛護眾生 平等地幫助眾生 你能有這個心跟佛菩薩的心一樣 就起感應到焦 那個時候就有求必須 如果我們自己是私心 求佛菩薩特別要愛護我 保佑我 不要保佑他們 那這就不能相應了 你怎麼求也求不到 就沒有感應了 裡面都有個道理在 所以說 祝佛菩薩沒有妄想的 沒有妄念的 悅定沒有私心 我們能把私心拔除 就相應了 這個裡面有大道理 大學問 我們必須認真 細心 細心呢 去求 去學習 那麼這個樣子 才能吃苦啊 所以吃苦天王 簡單地說呢 中道吃苦 中道吃苦 儒家講中勇啊 中勇啊 勇很平常 一點稀奇的勇 很平常啊 中道也是極其平穩啊 那麼這個就是 與自然 法則相應 對 順其自然 這就是平常的 那麽這就是 持國天王 飆法的烈水 希望我們細心去體會 第二針 樹光前塌破壞 樹 是建樹 就是樹離 我們 在這個世界 隨著自己 隨著自己 環境 隨著自己的興趣 這個都是講啊 條件 緣分 緣分居足 為學會 為眾生 建立事業 為什麼呢 你沒有建立這個事業 你就沒有方法 佛物大眾 隨菩薩 無論從事哪一個行業 行業就是建樹啊 都是為社會 為眾生 服務的 它後面有個光 光是智慧 有智慧 就不是為自己的 沒有智慧 你做的種種事業 是為自己 你有智慧 無論做什麼事業 都是為社會 為人民 為眾生 而不是為自己的 適合 在這裏 佛門弟子 在家圖僵 同行卸力 進這個道場 這建樹啊 居思林这个道场建立很久了 六十多年了 亲人辛辛苦苦建立这个道场 今天开花结果 发扬广大了 对社会展示佛陀的教育 推展 佛的教育 让社会大众都能够得到 佛法的真实利益 这个利益就是破弥开悟 觉悟之后 那你就摇身一变 从凡夫就变成菩萨了 你造的事业 凡夫的事业 轮回业 现在你变成菩萨了 你的事业就变成菩萨事业了 菩萨是利益众生的 菩萨是造福众生的 所以这个道场的建立 道场是学校 学校学习的场所 学了之后 你可以用在你家庭里面 你是菩萨家庭 用在你事业里面 你是菩萨事业 无论用在什么地方 去耳不灭 利益社会而不是利益自己 这叫书光 第三位 静悟 千踏伯伯 静世将心地心尽 以清静心观察世界 以清静心观察世界 沉就自己的定会 如果我们心不清静 无论修设的怎么好 还是轮回心 造轮回意 你吃戒 吃得很易 佛在戒经上 讲的是戒条 你一条条都做到 非常稀有 持戒经验 心不清静 什么不清静 看到别人不持戒 心里就不高兴 看到别人破戒 心里起烦恼 总觉得我比他高 他不如我 心不清静 那么心不清静 戒律吃得那么好 得什么样的国报 这六道里面 游漏的佛报 你修的是福 游漏福 与了生死出三界 不相干 你们有智慧 你一生烦恼 所以 你那个戒不能得定 原因在此地 你看 持戒是手段 目的是得定 得定还是手段 最终的目的是开智慧 明信以见信 那才是目的 那么有一类修定的人 也很糟糕 心不清静 修定了 他怎么不清静 他在入定的时候 心清静 触定了 心就不清静 也供高不慢 也是目中无人 自以为是 自尊自大 没有了一点定功 还好 见到人还很客气 有那么一点小小定功 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 他那个定不开会 他那个定义和身的是什么 协会 不是正会 这个都在心地 亲不亲近 你看这个 心地亲近 是我们修行的 根本的根本 没有亲近心 怎么心 所以菩萨在此地 教导我们 以静言 观察世界 这就对了 这也真是慧能大师 在谭经理所说的 若真修道人 不见世间过 你看他的心 多清净 见世间过 我们的心就被污染了 不见世间过 永远保持着清净性 保持着平等性 世间过 世间人做种种邪恶之事 是过 世间人做种种 这样子是不是过 你看到了 生欢喜心 赞叹心 如果你心里面 真的有欢喜 也是过 为什么呢 心还是不亲近 被污染 中国人讲的 气情无欲 气情就是 喜怒 买 乐 爱 悟 欲 这叫气情 气情是染无 那个欲就是 无欲 财神明是谁 所以气情里面 包括无欲 所以那个清净 不见世间过 通通都不见了 那才叫真的不见世间过 不是说看到别人做坏事 那叫过世了 不是 你那个只不过是世间法 隐悟扬善而已 出不了六道轮回 那从其量的 你是修三善道 你的功夫只如此而已 哪里能处得了三戒 这个将是善无两边 都不住啊 没有善无 没有是非 没有厉害 没有邪阵 没有争亡 那才叫真的清净 所有一些相对的概念 统统都写掉了 你的心才叫真清净 那么这样清净心 入世 世间人有善有无 你还分不分别呢 分别 还是有分别 那勇家大肆讲的 分别亦非亦 亦非亦是绝对不是自己的意思 为什么分别 随顺众生分别而分别 随顺众生执着而执着 这就叫恒顺众生 在恒顺众生里面 修随习功德 外面跟大家一样分别执着 里面也丝毫分别执着 都没有 那是功德了 不相凡夫 那个分别心从内到外 那真的有分别 菩萨看到人做好事 也有欢喜 也笑也欢喜 那个欢喜是像唱戏一样 军本上戏的 这个地方要笑一次 赶紧笑一下 不是自己意思 因为到那个情节要哭一哭 赶紧要哭一下 都不是自己意思 所以这就叫分别亦非亦 这个就叫做随喜功德 菩萨这样是这样表演的吗 哪里是真的呀 不一样是真的 全是表演的 所以这个镜子意思很深 好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想到此后 谢谢 谢谢 谢谢观看